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忙 我们在行动 帮忙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1年12月23日的凌晨 一辆救护车即驱在广东省尖门市的大街上 一位昏迷不醒的患者被送到了五亿病医院 这个被深夜送来的患者名叫林戴森 送他来的人是他的妻子于小妇 由于病情严重 在患者家属办理完入院手续后 林戴森就直接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 林戴森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不过他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进行观察 林戴森是由于脑出血而引起的昏迷 这种病的患者即使痊愈也通常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就在林戴森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后 医生突然发现他的妻子于小慧不见了 一时间被妻子遗弃在医院的林戴森 成了江门市的新闻人物 报纸 网上 电视 各种媒体的报道层出不穷 都是为了寻找他失踪的妻子于小慧 于小慧究竟去了哪里 她为什么会将病重的丈夫移去在医院呢 她和林戴森之间是否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各位好 这里是热线12 我是圆圆 当丈夫在医院里生死未捕的时候 做妻子的于小慧选择扔下2000块钱拔腿走人 好在呢 这个林戴森是从鬼门关上被拉回来了 但是他已经无法讲话了 那这妻子于小慧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心态狠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继续了解 从2011年11月23日 凌晨因脑出血昏迷之后 被妻子于小慧送到医院手术急救 直至林戴森出了重症监护室 甚至在八个月以后 林戴森可以出院了 而她的妻子还是没有露面 而关于她的医疗费 除了入院所交的2000元押金 就再也没有交过其他的费用 无奈之下 医院就林戴森欠下的治疗费问题 求助到了当地的民政部门 病人 这个家人抛击下了 给我们 看我们怎么什么法处理一下 要我们可是救到那些小慧选流浪 这应该有一种区别 被亲人遗弃的患者 不属于民政部门的救助范围 那么 该怎样找到林戴森的亲人呢 你现在有没有妻子的消息 由于林戴森无法用言语表达 从她口中也无法找到 于小慧的下落 医院通过当地媒体进行寻找 依旧没有于小慧的消息 最终 五亿中医院只能报警处理 6月21号 接到五亿中医院 一个新照的医生 后来发生报警 说 就在他们单位有一个 被家属一期的病人 后来报案求助我们 我们再帮他去找 警方通过医院提供的线索 很快查到了林戴森和妻子 在江门市彭乡区租住的地方 为了查到于小慧是否还逗留在江门 花园派出所的林警决定 去他租住地看看 了解一下情况 房东在这里 房东在这里 我们这里的消门在这里 这个吧 应该是这种 这个消门在这里 然而当民警到达村子的时候 房东不在家 最后民警在村子里找到了房东 就是这个 叫五百青城 这里是房东 我们住这 他就是他这个出租屋 另外有一间出租屋 他就是这个林大厂 都出租 他住另外就是我们 就在路 房东将民警带着了于小慧和丈夫 曾经租住过的房子 并告诉他们 去于小慧已经搬走 这一点在其他房客的口中 也得到了证实 经过细致的走法 还是没有得到于小慧的下落 就在他们准备另外再找线索的时候 遇到了林大森家的另外一个邻居 他提供了这样的一条线索 所以他就比较喜欢赌婆 他就说他们应该也不怎么好 就是他去年他把那个狗卖给人家的时候 他就回到楼面这里来 据林大森的邻居讲 由于林大森平时经常去打牌 加上两人经常在外地打工 过着漂泊的生活 所以在他们看来 林大森和于小慧的夫妻关系 并不是很好 那么林大森和于小慧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怎样的呢 可是由于林大森不能说话 而于小慧又没有下落 记者无法得到证实 但是于小慧会不会还在江门 他还会不会在工厂里呢 我们跟着警方一起来到了林大森 和于小慧之前工作过的地方 在这里 我们见到了和林大森夫妻很熟的工友 这位工友还告诉记者 在林大森发病的时候 他还在现场 并且还帮忙把林大森送到了医院 反正就像喝酒喝醉的一样的情况 反正叫酒叫不应 然后我就把他从床上抬下来 把他抬在车上 从工友的口中我们得知 林大森和于小慧的女儿也在广东 林大森入院的那一天 他的女儿也在现场 那么在林大森病重之后 于小慧和女儿去了哪里呢 据了解 于小慧在走之前 从工厂结庆了他和林大森的所有工资 大概有一万多元 那么于小慧和林大森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才让于小慧在自己丈夫病重的时候 离他而去了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记者联系到了于小慧的父亲 于小慧的父亲告诉记者 林大森和于小慧结婚16年了 过去夫妻俩感情还算不错 他们生有一个女儿 一直在老家由他们来照顾 而林大森夫妻俩就一直在江门市生活 但是自从林大森病发入院之后 他们也就和于小慧失去了联系 由于于小慧下落不明 无益中医院的所在辖区的花园派出所 上报到自己的上级单位 鹏江区公安分局 就是说他们无益中医院 有一个疑似的病人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没办法解决 就是叫我们通过其他部门 相关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被遗弃在医院里的林大森 依然期待着妻子的出现 你现在想你的妻子吗 林大森的事情很快通过媒体传了出去 一时间关于于小慧将病重的丈夫 遗弃在医院的消息 成为了江门市的一个新闻 那么林大森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呢 被亲人遗弃在医院里的她 又该何去何从呢 按照我国民政部门的相关规定 林大森的情况并不在鹏江区民政局的救助范围之内 因为像林大森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 她的救助是跟她的户籍相关联的 为了能够解决林大森的问题 也为了让林大森的亲人不再有顾忌 能够将林大森接走 五亿中医院决定 免除林大森入院以来的手术费 治疗费药费和检查费 共计八万多元 可是即便这样 于小慧还是没有出现 亲人的拒绝 妻子的下落不明 这让当地警方和民政部门也犯了难 对于于小慧的这种行为 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 鹏江分局 与其涉嫌遗弃案侦查 在经过多部门协商之后 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林大森回家的事 终于可以看到希望了 但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由于常年在外地打工 林大森把自治老家的房子 租给了别人 如果把林大森送回老家 林大森将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 关于林大森回去后的住处 当地居委会与租房的认口通后 把林大森家的房子腾了出来 保证林大森回来之后 有家可住 一切准备工作妥当之后 2012年8月11日上午 在医护人员和民政部门人员的陪护下 林大森坐上了救护车 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医护人员和民政部门人员 经过一千多公里的行程,救护车抵达了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林怠森回家了。 一共八万多块钱,但是即便如此,家人还是没有出现,最后是在广东省和四川省两地民政局的帮助之下,才找到了他的岳父岳母。 岳父岳母七十多岁了,但是也接收了他,所以可见这件事惊动了好多人,惊动了好多部门,也获得了好多人的帮助。 我不知道宗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过程当中各方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医院给他免除费用,而且救死扶伤,另外呢,民政公安宪官们都在寻找他的妻子的下落,给他安排他的生活的这个归宿。 那这个林怠森也很可怜,有话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之前可能对家里进的义务也少了一点,但是这不应该成为这个妻子去遗及他的理由,所以这也值得去谴责的,毕竟有法律的婚姻保护,那你要对他进行有义务的。 对于这一点来说还是很遗憾的。 那说说这妻子余小慧啊,他这个应该是属于仪器行为了,这没跑啊,但是他是不是也会涉嫌仪器罪呢? 对,是仪器行为,而且像宗老师说确实要谴责。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夫妻之间的义务啊,一方面他有感情的这种义务,尊重义务,就像西方婚姻师曾讲的,他不离不弃,即使疾病健康,不管是这样的情况,你都要知道死亡之后你才能够离开,这样一个有法定的义务,你必须承担抚养这个责任, 不承担,就是仪器,但这个仪器的责任,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可能是民事责任,有可能是这个行政责任,有居留,这个法管啊,警告,再有可能是刑事责任,但是刑事责任呢,它是非常严格的,它必须达到手段恶劣,情节恶劣的程度,比如打骂啊,虐待啊,还得看后果,后果,所以说这个案子,李小慧到底公司什么责任, 要是他具体情况,原因,来去确定,嗯,现在欣慰的是这个林戴森,他回家了,看来一切可以回归平静了,而在他老家呢,我们的记者也见到了林戴森的女儿小雪,面对记者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小雪,他有所隐瞒,他隐瞒什么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他又为什么要隐瞒呢,我们接着来看, 中江县位于四川省德阳市东南部,林戴森的家,就在中江县的凯江镇,在林戴森的家里,记者见到了正在照顾他的,是热醉的女儿, 对于父亲现在的状况,他的女儿小雪显得很平静,他俐落地帮父亲按摩,踏身 我现在就怕了就是,那怕,他能快一点好吃,最好,就像他不可以动,我,只要他可以说话,我这一定是美丽主人, 现在的林戴森虽然与死神擦肩而过,但重重的脑出血,让林戴森有些了严重的后遗症, 不但右侧肢体平坦,同时,他还丧失了语言功能 我问他说了说话,他也不怎么说话,他就直接点头什么的,几个字是可以说的,但是要仔细听的听得清楚 只是那一天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想不想我,他说了一个字,想你 自从父亲被医院送回来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了这个16岁的小女孩的身上, 而对于下落不明的妈妈,这个小姑娘并没流露出不满和埋怨 据小雪说,她和母亲已经有两年都没有见面了, 可是,这似乎与林戴森的工友说的有些出入 据她的工友说,当天在林戴森病发的时候,小雪就是在现场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林戴森的女儿明明和父母亲在一起,那她为什么要说已经两年没有见过父母了呢? 那么小雪为什么要隐瞎当时,父亲生病时,她也在场的情况呢? 我担心我老妈,她就是好像她个子也比我还小,力气不是很大 她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在你,你就是在你大后的医院呢? 好像当时从医院走的时候,她说,她问那个医生,捐不捐那个肾,然后他们说不要那个 面对记者的疑问,小雪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是碍于某种难处,也许是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 对于她妈妈出走的事,的确一无所知 但是不论怎样,这个小姑娘还是担负起来,本不应属于她的家庭重担 而这个家,除了一台电风扇,就再无其他了 就连米,你得从小雪的外公家去拿 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爸爸,小雪不得不像大人一样,每天要做很多事 每天早上七点多起来,给她煮早餐,煮了送过来,送过来吃了,然后就去我外公他们那边 吃了中午饭,然后送过来,然后在这里陪她一下,给她按摩一下 然后,然后晚上给她洗了,让她脚肉也洗了,就睡觉了 这样的日子,只要小雪的妈妈不回来,小雪就只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当谈起自己的妈妈,小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好好照顾自己,早一点回来 我们都还等着你 我们还愿意回来吗 她说照顾老爸,她是肯定会回来的 有没有撑起来 有没有撑起来 就会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撑起来 和去有了撑起来 躲的被我擂过 难过的时候,通常怎么会自己把气脏 一切都会过去的 加油 然而照顾父亲小雪并不觉得很艰难 而最近一件事却难住了他 因为在中考中小雪考入了德阳市的一家卫校 面对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书 再看着躺在床上的爸爸 小雪却犯了难 小雪说 她现在不只是担心爸爸没有人照顾 就算她想去上学 家里也拿不出学费来 没有 如果她没有钱的话就肯定去管了 因为我老爸他也喜欢打盘 反正每个月的生活费就用我老妈的几百块公司 然后她的钱就去打盘了 关于上学这事 目前对于小雪来说 那已经是一件不可以奢望的事 但是董事的小雪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 目前小雪依旧每天艰难地照顾着自己的爸爸 而中江县民政局和凯江镇政府也一直在为这个家庭想办法 我们了解到作为他们这个家庭应该说是符合地包的政策和条件 那么我们这边集结地跟现金政局进行了对接 进行了对接过后就把他们这一家山口人就全部拿入地包的包装饭 这个样子也能够让他均衡的生活有所保障 2012年8月18日 中江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小雪的家里 为他提供了2000元的教育金额 我今天是代表教育局来的 在大家的劝说下 最终小雪决定去学校读书了 同时小雪的外公外婆也为小雪凑齐了剩下的学费 并答应在小雪上学期间替他照顾父亲 学费凑够了 爸爸也有人照顾了 没有了负担的小雪在即将去学校报到的时候 他特意给爸爸做了一顿饭 明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了 但此时的小雪对一直没有消息的妈妈还是有一些担心 他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照顾爸爸 甚至是还会不会回来 害怕老妈不回来 2012年的8月19日 小雪就要去学校报到了 虽然没有亲人的陪伴 但她知道 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上学的机会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有没有用心读书 等到以后决天的时候 准备人家里面的日子满 不过是好一点 不 不跟爸爸妈妈 跟妈妈们辛苦 就行了 眼前等ень 不过是好 据林家人讲 他们现在已经得知 于小慧其实就在四川省境内 他待这个地方 离家还真是不算太远 坐车一个小时的车程 可是我们就奇怪 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现身呢 你要说有顾虑 医院的医疗费也免了 而且还给了一些救助 他为什么还不出现 宋老师 他还有什么顾虑 其实我们抛开法律 就这夫妻而言 可以看到这个林戴森 当年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很好的 去照顾这个家庭 那时候把感情伤了 把感情伤了 把这个戏的伤得很厉害 所以现在这个妻子 我觉得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纯粹是因为情感 是一种一种报复 我让你今天要 要让你自己享受 你一个酿到的一个苦果 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想孩子是无辜的 对 十六岁的女儿 现在正在成长 正在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 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事情 推给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母亲或者妻子 还应该尽快的回来 刘林师除了他这个 情感上的一种报复 刚才这个宗老师说 他有没有还害怕 负一些法律责任 咱们也打消他这个顾虑 他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这个于教会 对 我们说这个孩子 他未成年 教育孩子 抚养孩子是必须的义务 夫妻之间 要承担这个 这个孩子的教育呢 你必须去承担 你感情的问题啊 或者是困难的问题 这不是退学的理由 所以说我们技术呼吸关于婚姻解除 你都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教育费 生活费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理由 你推信 你必须要承担 虽然以前你有这个仪器行为 但是回来呢 我估计也不会让他 因为没有什么恶劣的后果 也不会让他承担法律责任 相反你要不回来 你对孩子的这个抚养义务 这你是也是违法的 这是逃不掉的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 给这个林戴森一家办了低保 每个月他们可以领600多块钱 同时呢 还给他办理了医保 这样呢 他每个月的这个生活 应该是有这个最起码的保障了 但是呢 林戴森他还是需要亲人的关爱 还是需要这个妻子 余小慧能快点回来 而且我们看到 一个16岁的孩子 为你保守着秘密 为你 替你承担着义务 这个操持着这个家 这样对他来说 是不是也不太公平 好 那我们再说到像林戴森这样 被家人遗弃在医院的 这样的案例 还并非个案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被亲人遗弃在医院的患者 还不止林戴森一个 就在2011年11月24日 也就是林戴森入院前的一个月 在福建省晋江市中医院急诊科 同样急诊了一个昏迷不醒的脑出血患者 也是在医院的医生们忙着救治患者的时候 他的家属 却悄然不见了 家里人的医生就先治疗一下看看 好 治疗了一天以后呢 那病人呢 大概还不是说的 人还比较昏迷 然后第二天呢 家属都放命了 出于救人为本的想法 医院还是继续治疗 这位被亲人遗弃的患者 但是让医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一个月后经过医生的治疗 这位患者可以出院的时候 他的家人仍旧没有把他接走 而这位患者从此就住在了医院 由于这位患者家属登记的是假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所以医院一直无法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看着我 你记得你家里吗 认识我是谁吗 你把眼睛睁过来 如果认识我把手 我们想帮你回家 想回去吗 想你就喊住了 想 想哦 想啊 那没事不公 咱们不公啊 不是我们一直都陪着你吗 是不是啊 好不要公 进江市中医院是进江市一家三级一等医院 每天急诊部的走廊上都放满了病床 医疗资源源源赶不上病人的需求 而像罗玉安这样被亲人遗弃的患者 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碰上 据进江市中医院统计 从2011年1月到2012年的8月 他们医院就收治被亲人遗弃的患者多达74位 医疗费用高达89万余院 虽然在经济上我们医院先垫付 垫付完了政府会给我们承担这个 我们进江市能医政府还是对这一块还是很重视的 每年有一笔资金来维持这个 但是关键就是说医院它这个体制上它不是这样走的 由于政府开通了绿色通道 并拿出专项资金帮助那些被遗弃的患者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院资金上的困境 但是因为医疗资源有限 面对这样的情况 医院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像罗育安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把他病治好了 让他现在基本上属于半健康人了 那他现在需要是康复和家庭照顾 那现在出不去我们医院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大的困惑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就这个罗育安他的家人呢 已经从重庆赶到了近江 已经把他接回家了 那这个近江当地的民政部门 那也是挺好的啊 给这个罗育安的家属报销了往返的这个车费 而且呢回到这个重庆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呢 也是给他办理了低保 所以也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安置 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这个救助 在这个调查当中 我们记者就得知哈 就往往被遗弃在医院的这样的病人呢 有两种 一种就是患病的老人和孩子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患了这种大病的严重病的这样的病人 所以我们也不理解哈 当然你亲属把一个生了病的亲人 你遗弃在医院的时候 他们内心有没有一种忐忑和不安 为什么要这么做 宗老师 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但是我想最后能够下如此狠心 主要还是不堪重复 我们老说是治病治不了命 可能病好了 回到家里长期的这样的卧床不起 这样的陪护 可能可以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所以肯定可能做了一个权衡 只好狠心的这样做 把它就移去医院里面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 害怕付出沉重的医疗费 还有付出太多的精力 就想怎么说呢 摆脱着这种责任 除了这种情况 还会有其他的情况吗 刘律师 所以就刚才钟老师说的一个 所以我们要就区别去对待的 如果确实是恶意逃避 这种情况我们要谴责 一定要只有他的法律责任 但如果对一些确实是无奈之举 他自己也是弱势群体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板子就不应该完全打在个人身上 一方面他个人有责任 包括家人责任 你必须承担这个义务 有困难一起磕毁 你逃离不了 另外社会的国家的政府的责任也有 这种压力不能全在这个个人身上 医院的医疗费太高了 国家给医院的补助少 所以他只能从患者身上获得 那在患者来说压力就特别大 但一个人他极度弱势的情况下 设计自我究极能力的情况下 他社会的保障就要跟得上 我们对每一个弱势群体的关怀 关心 不让他绝望 他不信的时候 不要让他有二次伤害 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体现 有一板得拍在这个个体身上 就是没有风险意识 其实早一点上这种大病的医疗保险 一旦有病 对于家庭的这样的负担 可以减免很多很多的压力 对就是这件事 其实这个医院 它是也挺无辜的 如果是病人都这样的话 它也受不了 那么怎么样破解这种困境 各位有没有一些建议 您刚才宗老师说了 是这种 提的这种 医疗保险 对医疗保险 这样风险可以转嫁一下 另外一个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 国外的有关的 比如小动物保护法 好 建议可能很多 这样 咱们时间关系 咱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 二十元 一件日寒的衣服 二百四十五元 一个山区的孩子 一年生活费用 九百八十元 帮助一个偏远山区孩子的成长 无价 你求助 我帮忙 我们在行动 我们说到 有人把自己生病的亲人 遗弃在医院 有的可能就是害怕承担责任 有的可能真的是生活所迫 很多弱势群体是 找不到医疾的保障 我们只能通过道德层面 通过慈善承担去解决 这里边也不排除有一些 它就是比如遗弃老人 这个在法律上 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对 特别是遗弃老人 如果真是够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